《新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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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當時給自己提出一個要求 就是不做重量的東西 藝術創作 藝術家獨特的思考 獨特的觀念 是最有價值的 我這組玉碎沒有技術 沒有雕工 只賦予它一個佩戴的功能 《新鮮》是中國重要的 玉石原料產地 明代《天宮開悟》中 有相關記載 繁玉 貴重者進出魚田 魚田指的便是 今天的新鮮和田 在新鮮得天獨厚的 玉文化的論則下 如今《新鮮》玉雕 已成為新鮮文化藝術的 重要組成部分 在新鮮和田玉文化創意產業園 隨處可以聽到卓玉的聲音 樊君明是新鮮玉雕的第三代傳人 中國工藝美術大師 每週一三五 是他在文化產業園創作的時間 每當有徒弟在製作過程中遇到困難 樊君明都會親手為其指導修改 還有這個地方 毛病還沒去乾淨 你就要想看我來去乾淨 好 我們現在的其他方便 想要再大一點 我叫樊君明 一個做玉雕的手藝人吧 在這個行業也有三十多年的時間了 在樊君明的工作室 經常會有人拿著自己淘到的 和田玉原石過來 希望能被樊君明看中 賣個好價格 這塊石頭看肉還可以挺細的 但是利用力挺濃的 你看這個石窩水餡 這塊石窩我看列為很多 這間挑選原石的房間 樊君明取問 所以問料就是 發現這個玉料的問題在哪 優點在哪 像這塊料呢 在切之前呢 它佔有幾個十點 切開以後裡面比較乾淨 然後在這邊呢 它會有一個大的裂口 又追加了一刀 這一天再問一下 現在基本上這個毛病 不會影響它的主題了 所以我們這行業 一句話叫 挖髒去柳 因材是義 像玉呢 它最核心的價值 就是玉製的美 過多的工藝 或是過多的造型呢 都會對玉製的傳達 起到消解作用 樊君明設計的玉雕作品 風格簡約且朴素 最大程度上展現了 玉石本質的美 工藝極簡但追求極致 這件玉雕作品《大風壺》 就是樊君明 作品風格的代表 《大風壺》上面 首先它是一個 在氣形上 我們追求一種氣勢 氣勢本身就是這種感受 為了強調 加強這種氣勢的傳達 兩組線條 相輔相成的這樣 《大風壺》的設計靈感 來源於漢朝皇帝 劉邦的詩歌《大風歌》 通過造型展現 戰場軍隊的氣勢 湖身的不對稱 營造出從後往前的壓迫感 湖蓋異效地融入了 將士茂英的元素 凸起部分呈現出陽剛之氣 湖身僅有兩根 簡潔流暢的線條 卻把細工紋飾藏在了湖底 無論是觀賞還是把玩 都帶給觀者不同的感受 這種料呢 我們叫沙澡青 它是顏色不極致 就一種內斂的 中庸的一種美 《大風起夕》雲飛揚 浴室的天然質感 與設計者的巧思 渾然天成 2015年 這間玉雕作品《大風壺》 榮獲中國工藝美術百花獎金獎 中國玉石雕刻作品 《天宮獎金獎》 這裡面呢 是我工作的一個空間 這邊是一些我們經常看的書 這有兩個字羊卷 因為我屬羊嘛 然後周靖老師給我畫了很多羊 一共33隻 到我這兒來人就 掉進羊圈裡了 每天在幫徒弟指導作品後 樊君明才開始自己的創作 前些天剛切好的食料 樊君明要設計出作品造型 並通過測量 繪製1比1的圖紙 這塊料上面比較大 底下面面積比較小 這可能要做一個 上面大下面小的一個作品 另外一種思考是 底下大上面小 但是這塊料 下面的料比上面的料漂亮 一般要把這個漂亮的呈現在上面 我想做一個天球品 天球品呢就是中國人對這個自然的認識 認為自然界就是天原地方 所以這個作品 我的底下做成一個方的形狀的 飽滿而且還要有張力 這個要自然 而且這個地方也要有張力 要有力度 就是有一種支撐感 每件玉器作品的設計都各不相同 設計者須根據玉料的形狀 質地 色澤和透明度等因素 設計出造型流暢的作品 既要體現玉石本質的美 又要展現實料的獨特性 如今繼承與創新 成為樊君明思考最多的問題 我們每年也會有一到兩件 價值的 技術則是手段 材料則是載體 聽了這句話我反觀傳統 反觀傳統玉雕 傳統玉雕認為技術為大 材料為王 所以我就要創作一個作品 通過一個作品解決我 觀察到這個問題 2017年在樊君明的反覆思考 和大膽嘗試下 創作了一件玉雕裝置作品 《玉碎》並在北京展出 也正是這件作品開啟了 樊君明實驗藝術創作的大門 《玉碎》那件作品是17年作品 想最初用裝置這種形式 跟當代發生點關係 所以我這組玉碎沒有技術 沒有雕工 我一分為快要做放電影 到前面 踩進去 等待了 往後來 雕工 在哪裏 都要做 這件作品 也要再選擇 要做 一件事 在這件作品 你 但是這個價值並不是技術帶來的 也不是材料好的材料帶來的 也不是材料好的材料帶來的 是大家認同我的觀念產生的價值 所以這個價值並不是技術帶來的 所以藝術創作呢 你的作品被認同很重要 這是一個拋光的車間 你要知道每一步什麼時候開始結束 再下一步 就是每一步都很重要 比如說剛開始用粗紗條打的時候 一定要打到位 我能打一下就馬上又換戲了 如果你這個程序走不到位的話 這個光出來的東西 就沒有那種玉的溫柔的感覺 玉石在精雕細濁之後 還要經過一道重要的工序 就是拋光 未經拋光的和田玉 只能算是半成品 馬金平專攻拋光 也是樊君明的徒弟 剛開始學習玉雕 樊君明看出馬金平心細有想法 建議讓他專門往拋光的方向發展 如今他也是高級工藝美術師 我剛開始就是把我調到這個 拋光上面 我不是也不願意嗎 也有點小情緒 對 就是適合你的 才是最好的 就是說不一定有些東西 你認為好 但它不適合你 但是後來幹了以後 我覺得 其實有些時候就是 選擇比努力更重要吧 就是選擇了對的路 其實反而就是更能成就自己 有些時候 你看我這邊拋啊 都已經成品了 他那邊也許哪天拿著帳看 他覺得這部分不舒服 他又重新要雕 雕完以後 然後回來我們再修 我覺得一次性能過的都很少 樊君明在每件玉雕作品完成後 他都要求徒弟為作品製作踏片 魏本源跟隨樊君明學習玉雕多年 他曾經做踏片的專業基礎 在這裡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就是完全把它和 把紙和這個作品刷固貼了之後 把這個上面塑料紙拿起來 其實在艷雕這個行業裡面 很多大師會把它的作品做踏片 保留資料 其實這個也啟發了我們 本來踏片也是 傳統文化的一個表現形式 然後做好踏片以後呢 讓收藏我們作品的人呢 知道他的作品 在哪一年的踏片期裡 有個出處 那些作品是踏的簡單 要把踏的第二根毛子 新疆作為傳統玉雕的心境之地 樊君明培養了眾多玉雕人才 其中包括 多位省級玉雕大師 與國家級玉雕大師 在創作上 他將傳統工藝做到極致 又富有創新實驗精神 其作品牛人 以畢加索公牛圖的創作過程 為靈感 表達藝術自由與空間的關係 作品《我有執勾》 意想表達了自信這一觀念 堅持自己的理想信念 抱有直帶青雲的覺醒 所有的創作都是從觀察開始的 你觀察到了 有什麼時候能打動你 就有可能打動別人 新疆的玉雕行業也會越來越好 我們新疆還有一群 可以期待的年輕人 《新疆玉雕》 在幾代玉雕手藝人的傳承中 博彩眾場 融會貫通 有於嘗試 創作出體現時代感的優秀作品 促進了新疆文化藝術的 發展與進步 可樂的心情 促進了新疆 出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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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